來我們來介紹什麼叫做蜂巢式行動電話 就是各位的英文常常講的cellular phone 或者有人把它叫cell phone 為什麼用cell這個字 我們把它翻譯成蜂巢式行動電話 你注意聽 它的原理是 必須把無線通訊的區域切割成六角形的細胞 就是cell這個字 在每個細胞的中央設置一個基地台 基地台電磁波的通訊範圍 僅限於該細胞 這句話很重要 這個在課本的257頁 258頁的1234 第五行 我們適當的控制基地台的電磁波強度 讓每個基地台電磁波通訊範圍 僅限於該細胞之內 好 我們來實際舉個例子 第2代行動電話GSN900 剛剛說總共有幾個頻率 124 OK嗎 好 科學家把這個124 平均分配到7個細胞 好 所以124除以7是多少 是大概17 所以呢就相當於剛剛那個F1到F17 這樣有聽懂 剛剛不是F1到F124嗎 對 所以呢 大概17個 接下來做什麼動作 各位看這個圖 接下來科學家做了這個動作 接下來科學家做了這個動作 這是一個細胞 這是另外一個細胞 中間這個細胞的頻率 通訊頻率是F1到F17 剛剛不是說17嗎 這個就是18到34 35到51 52到68 69到85 到102 到119 差不多啦 119就很接近124了 不可能除淨啦 不管它 這是個概念而已 注意 這樣叫做細胞 7個細胞堆起來的 是不是就像蜂巢 這樣聽懂 好接下來的動作是 把這個蜂巢放在台北 新竹 苗栗 台中 所以各位看這個圖 你發現什麼 我們是不是把 整個台灣切割成一個一個蜂巢 這樣可以嗎 這個蜂巢在台北 這個蜂巢就在 新竹 所以請你記得 這個細胞裡的頻率是1到17 新竹的地方是不是也有一個頻率 到17 你的頻率 F1在這邊可以用 在這個新竹可以再用一次 苗栗是不是可以再用一次 台中可以再用一次 這樣有聽懂意思嗎 剛剛你不是說 124乘以8 等於996嗎 不夠嘛 因為全台灣有 2300萬人嘛 那怎麼辦呢 就用這個方法 同樣的頻率 正常的狀況丟到空中 當然會互相干擾 對不對 可是如果今天把基地台設計成 我丟出去的電磁波 他的通訊範圍就只有在這個範圍 不會跑出來 那這樣新竹是不是可以重複用一次 苗栗重複一次 台中一次 嘉義台南高雄是不是各一次 你還多大都行 有沒有 可以散步到整個台灣島 這樣各位明白為什麼要那麼多基地台了嗎 每一個地方都要有基地台 而且 一個基地台 各位看正中央 這個基地台是不是只有17個頻率 對 所以各位你算一下就知道了 這個基地台總共只能給多少人用 17乘以 8 8 還有8個時間 所以17乘以8 答案是多少 156 大概150左右 這樣有聽懂 150左右 這樣有聽懂嗎 所以馬上你要很多觀念就出來 第一個觀念 人口越稠密的地方 基地台就越 多 這樣有聽懂嗎 因為 實際上一個基地台不只150個人啦 因為還有其他技術 可以去區隔 但是我想我們不要講太多 那個概念就是 一個基地台 它能容納的人數是有限的 超過怎麼辦 再加 怎麼加呢 你注意喔 假設這個地方呢 本來只有一個基地台 那突然這個地方搬了很多人進來 這個某一個 城市突然人多起來了 一個基地台不夠用怎麼辦 把一個蜂巢縮小 塞進去 所以一個基地台變幾個 7個 人數就變7倍 所以 馬上第二個觀念出來了 每個基地台控制的範圍 並不是一樣的 在都市裡面 細胞會比較 小 在郊區 細胞會比較 大 這樣跟上 它不能相鄰的兩個不能一樣 對 為什麼 好 我們一個一個來 我們先看課本258億 中間有一句 頻率再利用 有沒有 哎 畫起來什麼叫頻率再利用 這樣聽到嗎 頻率1到17 在台北用一次 在新竹是不是可以用一次 在苗栗是不是用第三次 在台中是不是用第四次 這個就叫頻率再利用 你一定要這樣 否則哪有那麼多頻率給你用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我剛剛有說 人口越稠密的地方 譬如說 這個地方突然 很多人搬進來 所以一個基地台不夠用了 怎麼辦 把一個細胞 把一個蜂巢縮小 什麼叫縮小 就是把 細胞縮小 那細胞怎麼縮小 就是把基地台的功率降低 基地台是在正中央嘛 對不對 當你把功率降低的時候 這個範圍是不是就縮小了 那這樣七台通通降低 是不是七台都縮小了 把這七台 是不是剛好就涵蓋在這個範圍 所以本來只有一台基地台變成七台基地台 所以呢 可以使用的人數就乘以七 這樣可以聽懂嗎 第三個觀念就是 人越多的地方 基地台一定越多 然後呢 機台的功率呢 通常會降低 因為你不能太強 你太強就會干擾到 外面 這樣可以嗎 所以人越稠密的地方 基地台越多 功率就越低 郊外 機地台越少 然後能夠通話的人也少 但是呢 它的功率通常越高 因為它要打更遠 這樣可以嗎 第四個觀念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為什麼要把它切割成七等份呢 你為什麼 這個細胞跟這個細胞 為什麼要距這麼遠 對 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個六角形是你畫的 你絕對不可能 工程師沒有辦法在地上畫一條線 然後告訴那個電磁機台說呢 你那個電磁波不准打超過這條線 這樣聽懂嗎 在實務上呢 電磁波的距離是很難 有一個很明確的界線 所以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不要讓這邊的F1跟這邊的F1干擾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把它的頻率呢 用其他頻率包起來 把這個頻率用其他頻率包起來 所以這個F1要影響到這個F1的機率很低 你船這麼遠 它穿過兩個不同頻率範圍 這不太可能 好 到這裡各位是不是 有一定程度的感覺了 所以現在明白為什麼 欸 人多的地方 還記不記得以前我們那個跨年的時候啊 打電話會怎樣 打不通 這樣是要原因嗎 很簡單 因為什麼 因為中正經驗堂在這裡 正常的時候呢 這邊呢 通常 同一個時間只有幾百人在打電話 就跨年那一天突然跑進幾萬人 而且呢到那種地方呢最喜歡打電話 因為找不到對方 所以怎麼辦就開始打電話 然後每個人都猛打電話 然後那個基地台就蠻窄的對不對 剛剛不是有一個錶嗎 對 啊格子就這麼多嘛 啊每個人都用 用到最後沒了嘛 怎麼解決 有看過嗎 以前沒辦法解決 所以在2000年那個時候真的就是很慘 那2000年跨年我就是被整過一次 跟朋友約11點在中正經驗堂 就 人擠不進去就算了 根本找不到對方 然後手機怎麼播都播不通 那手機播到半夜3點多才播通 早就結束了 都擅長 現在不會了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有那個 臨時基地台 就是用箱型車載著基地台 所以下一次你去看那個跨年晚會 旁邊就會停著一台 中華電信的 或台灣大哥大的 那 他那個車子上會寫嘛 然後他就會架一個 一根桿子 大概一層樓那麼高 然後你看到 一個兩個三個 那個就是基地台 天線 所以各位這樣知道意思嗎 我只要 把這個範圍同時又放好幾個基地台進來 是不是這個範圍的人才有辦法 支援這麼多人 好 這一段話呢 就是258頁的這整段 你有興趣在看 但是我其實已經講完了 有沒有什麼問題 照這樣講的話是不是 反正郊區的基地台功率比較大 比較危險 你也不能這麼說 因為市區功率小 但是基地台多 這台也打你 那台也打你 這台也打你 其實 沒有 我跟你說 這個人類搞到這種東西之後呢 就是 現在滿天都是電磁波 你們知道那個外太空 那個 那個火箭發射出去就會把一些垃圾丟在外太空 那些垃圾就在外太空繞著地球轉 對 那很可怕的 那種一根小螺絲在外太空轉 不是說慢慢這樣移動 它那個時速是幾百公里 所以你想想看你的太空船將來發射升空的時候 只要被那個螺絲這樣K一下 所以最近NASA開始就要在想說用什麼方法把那些垃圾收回來 同樣的道理這個 你現在滿天都是電磁波 所有的頻率範圍都被人類用光 幾乎用光了 所以呢 廣播 電視 這個 數位的電視 然後GPS 衛星雷達 手機 這樣可以嗎 所以沒有安全的地方 還有沒有問題 但是那個在鄉林的地方是不是訊號差 你說這個地方嗎 這個地方 對不起我要強調一下這個圖是我亂畫的 這個風潮跟風潮之間不可以有間隔 你只要有間隔就手機收不到的訊號這不可以的 所以記得 風潮一定是要把整個台灣島整個都蓋掉 我已經不是說鄉林的那個地方嗎 比如說他的公民段位 是 是 我是上帝款地帶的 是會 那邊訊號確實最差 所以我的狀況有可能發生 但是還是不可能聽到別人的聲音 聽到別人的聲音是很奇怪 因為 你講話的聲音變成零更衣又被交錯字又被 加密 你要收到的機率真的很低 我可能要想一想 好那是另外一件事 好好問題 這代表你們不想繼續等了我們繼續看 請看260頁